现在的病毒以奥米克戎变异株为主 但是它特别是从去年年底奥米克戎来了以后 奥米克戎本身这个家族现在已经变异了几十次了 它的流行株不断地出现 但是我们对这个病毒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化 从它成为主流毒株以后呢 无症状感染者明显多了 重症的明显少了 这些的都提示这个病毒的致病力在减弱 但是train性在增强 它的潜伏性在缩短 就这个特点 根据这个特点 我们如何优化我们的防御措施 更加科学 更加精准 更加有针对性 下一步它怎么再变异 我们还是密切监测的 但是我们希望它 现在要彻底消灭它 我个人认为比较困难了 但是希望它是越变 毒性越低 但是目前现在还不好下来结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